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王一博又图主演的谍战电影 无名在春节荡期卖出9亿人民币约40亿台币票房 屡屡回答不知道 深陷文盲风波 随着电影口碑发酵 中国顶流小声王一博因电影无名接受采访 日前中国网发文大赞王一博演技 且王一博今年大荧幕作品 还有《长空之王》热烈即将上当 与周迅演出的《我的朋友》还入围柏林影展 官方疑似扛不住王一博人气与演技双受肯定 中国网日前也跟风发文大赞王一博 无名演技 口碑逆风翻盘 先前因宣传无名时多次回答不出媒体发问 包括对于作品与演出角色的感悟等 疑似遭到软风杀 他都已不知道怎么回答盖过 使得一时三日央视网发文很酸 他是绝望的文盲 该文瞬间登上热搜 新闻吵得沸沸扬扬 事后王一博虽遭网友群起嘲讽 但事实上无名目前已在中国突破9亿人民币票房 显现王一博身为流量爱豆的超强商业价值与魅力 回收成本之余更赚了钱 连去年突遭撤荡的《长空之王》也将与五一连甲上映 与黄博主演的热烈将在暑假面试和周迅演出的《我的朋友》 则入围柏林营展短片竞赛单元 而随着无名口碑发酵 人气与实力双受肯定 中国网日前更直接对王一博在电影中的演技 给予高度肯定 可以说是成也无名 中国网21日发布王一博 轻描淡写地说 副标题则写着拍摄时 王一博的敬业和努力得到了全剧组的肯定 内容主要描述王一博在无名中的幕后故事 及剧组人员对他的看法 浓墨重彩的座位标题的文章 无名编导成尔称赞王一博态度谦逊有理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他有那种特质 执行导演刘一丹则表示 在拍无名之前对流量明星并没有什么概念 但是王一博完全颠覆了自己对流量明星的某种偏见 有耐心 剧组曾经连续42小时都在拍王一博 但他始终的很投入 梁朝伟说王一博是自己非常欣赏的新演员 即使没有他的戏他也会在监视器前看画面 王一博的敬业跟努力让他很敬佩 称剧组里没有人不喜欢他 口碑直接逆风翻盘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